請司主委 有請我們司主委 請請 喂好 主委好 請教主委 我們的數位匯流無法 是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送出 目前行政院已經在加速很密集的審查 我們正在進行第二輪跟各機關之間這個意見的協調 大概預計什麼時候可以送到立法院 以行政院的規劃是希望在四月底可以審結 五月可以送上行政院會議呢 大院在這個會期就可以看到 所以不受政黨輪替的影響 如果新國會或執政黨對此案有意見呢 我相信行政院一定會納入考量 不是我是說來得及在這個內閣行政院會就通過嗎 我剛剛已經跟委員報告目前行政院規劃的進度了 你說五月送到立法院來 行政院規定四月就完成審查五月提行政院會議 如果決議通過就送大院 雖然數位無法還在立法當中 但實際上我們也不能有法律真空的狀態 像最近很紅的數位影音串流服務 剛剛也有本會委員提到的OTT 像OTT的大咖 美商的Netflix也在台灣很受歡迎 主委有看過嗎 跟委員報告這個可能 實際上受歡迎程度跟報導有一段落差 因為他在台灣推的方案不夠親民 比較貴是嗎 不是他缺了一些所謂的Killer Application 好 你說申請比較麻煩 你知道他會員有多少嗎 我不曉得 其實我也不曉得 但是看起來好像很受歡迎 那至少OTT這個行業 現在爭先恐後 都跑到台灣來了 台灣也有本土的OTT 台灣的三大電信產業恐怕也即將投入 中華電信 台各大等等 但是其中的 中國的愛奇藝 勒斯網 竟然沒 你知道嗎 如果是在網路上可以點選觀看的話 那台灣民眾很早就可以看到了 當然 所以 這些做OTT的公司到我們台灣來 可是他們都採用不同的模式 其中像Netflix 他是在台灣設立子公司 然後他的機房好像有時候在台灣 是不是這樣子 機房設置地點我要具體了解 他應該在台灣提供服務呢 如果有機房跟甚至比較好的網路的話 他的信號品質會比較穩定 那至少 在台灣有申請設立公司嘛 對 他有完成相關登記 那至少還受到我們法律的規範 可是中國的公司就不一樣了 你像愛奇藝勒斯網 他們現在都透過臉書 你在臉書 加入他們 收費喔 是付費的喔 是付費的喔 他招募 招募會員 但是呢 我們現在能夠管理到他們嗎 報文 其實更早 土豆網跟呼嚕呢 都已經在台灣 都可以普遍看到他們的內容了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不用管啦 無法可管 那就算了 他們的經營也很奇怪 因為 透過臉書轉職 像中國的公司他們都這麼做 可是他們的那個網址呢 也沒有寫.tw 就代表台灣嘛 也沒有寫.cn 代表中國嘛 那我就不曉得 他們這樣臉書轉職這種經營 感覺上啊 好像有一點是闖空門 他們照做啊 照收會員 一樣賺錢啊 而且他們自己宣稱啦 像愛奇藝台灣站啊 他說光是在中國受歡迎的節目啊 我是歌手 是啊 點閱人數就超過40萬 哇那很多人看耶 那這樣子這麼熱門的OTT啊 那NCC目前怎麼管理啊 他如果經營廣電業務的話 我們就要求他來申請 而且不申請就經營的話 我們是可以處罰 如果他經營的不是廣電業務的話 我們就要看其他法令怎麼管 那這個算不算廣電業務啊 目前不是 那不然他算什麼 那算什麼 算什麼業務 竹同委員說的 他叫OTT 那OTT就是無法可管 OTT 英文是over the top 就是過人傳球 他原來就是跳過最後一段的平台 所以呢 那以後 就不用管了 會流無法也管不到 會流無法是 不采 你會流無法就是希望能夠管到像OTT這種的 我們不是特地要管OTT才知會流無法的 沒有錯啦 我們是要跟國際的一般規範接軌 你要把它改成水平式的管理嗎 要跟國際的規範接軌 全世界如果是開放自由的 台灣就該是開放自由的 所以我覺得啊 那NCC做什麼用 那NCC的功能是什麼 我覺得 像目前啊 就算沒有會流無法 那實際上啊 業者速度跑得很快啊 各式各樣的經營行事啊 都超過啊 你們NCC 能夠做為的 因為我們是依法行政 如果法律對我們幫手幫腳 當然依法行政 不然不依法要怎麼處理 那當然 當然是要依法行政啊 是 但是希望說在以後的規範上 譬如說會流無法通過了 那管得著OTT嗎 應該就台灣最該在意的 包含資安呢 或是服務品質呢 或是消費糾紛呢 應該有適當的規範 你又不回答我的問題 所以呢 法律好像趕不上啦 變化 好像趕不上啦 這種網路上 這種媒體啊 他們跨網 跨 跨領域的這種 這種混合的經營 即使對岸管這麼嚴呢 對岸人民還是一樣翻牆 我又不是叫你管制 我們又不是共產黨 是 只是希望啊 NCC總要 扮演起政府監禮的角色 那來看法律授予我們什麼樣的權限 法律是你定的 法律授予你 你參與在制定法律 你現在推給法律 你要講法律的話 好我們來講法律 我們民主國家不講權威的 不要 至少你是政府公權力啦 的授予啊 你要代表人民啦 幫人民看好嘛 就好像 你在中家案 你對遠傳設的20條限制 我們不是對遠傳 我們是對申請人 申請人就是 遠傳 實際嘛 對不對 摩根斯坦利就是人頭 你睜眼說瞎話 我跟斯坦利 大家都知道 國際上的規模 所以 不管是哪一家 你設那20條限制 那你就要 去執行嘛 你對富邦設了25條限制 你也要去執行 是 對不對 是 你代表政府耶 你幫人民 要看好耶 那結果呢 業者違規偷跑 一看 喔 原來當時NCC 他鎖定的啊 不必主動集合 也不用負責 是業者主動來給你回報 看他們有沒有違規 哪有官員這麼好當的 我上週三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那是指整個的中家 對不對 在履行各項建設付款時所建立的機制 他有沒有排除我們在電信法 跟有線廣播電視法上的調查權限 結果 結果你定了這種規則 那政府官員 不必主動去積查 然後被動等 被收買的 被收購的 中家來告訴你 看他們有沒有違規 看來委員是聽到誰說的 你上面寫的 第17條寫的 你那20條限制的 第17條就這麼寫 委員說有人跟你講 大概這是消息來源 我們確實也查了 第17條 我相信委員可以去跟消息來源去印證一下 我們確實在查證的 好 你現在查證 那你自己講的 那查證後會有個報告吧 呃 行政調查不一定都做報告的 如果要涉及違法的話 我們直接就處理違法行 如果沒有違法你就寫沒有違法嘛 沒有違規嘛 對不對 那就是沒有這一回事嘛 那你報告要給我們喔 你自己提出來的喔 呃我們的調查呢 是指機關依職權辦理大院 並不是調查的主體 主席 我現在 時主委自己講的 不是我講的 時主委說他們已經主動在調查 看中加案 的收購者 遠傳他們有沒有違反20條的限制 那我說好 是他自己講的嘛 你已經在調查 那調查完的結論報告可以給我們吧 我們可以把結論告訴委員 也可以交給貴文匯 可以啊 我就是要這樣子啊 那可以嗎 但是結論 我剛剛已經跟委員報告 並不是所有的調查 都所謂調查報告 我們不是地檢署 不會做完之後就起訴 結論你說沒有就沒有 不起訴處分書 我就是尊重你們的調查結論 因為我也不知道你調查 真的調查假的 但是要有人負責啦 我只是要有人負責啦 如果說沒有你就說沒有 我也接受啊 不能我能怎麼樣 我又不能自己去調查 但是你是官員 你就要負起該負的責任 你就跟我說沒有 我們能怎麼樣 但是要有人負責 也看有沒有說謊 如果真的沒有 那還業者清白嘛 就這麼簡單啊 謝謝委員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要不然你在擔心什麼 我沒有擔心什麼 要不然我這個要求有過分嗎 不過分啊 我剛才只是說不一定有一個書面報告 我一定要知道結果 我一定要跟委員告訴 那沒有書面報告 沒有書面報告你怎麼樣 打個電話給我啊 我們結果呢可以告訴委員 那正式跟我們交通委員會好不好 都可以 好不好 我們委員執行的項目你要 是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一點都不擔心 我只是說沒有一個形式的東西叫做調查報告 我們交通委員會回覆一下 我們沒有這樣子的書面 我們一定會把結果跟委員說明 我們一定會把結果跟委員說明 口頭 你不是口頭就書面嗎 我要任何形式 要不然就是到這裡來公開報告公開夾 都行 都行 另外請失誡 書面答覆 好 書面答覆 好 沒問題 我也不預設嘛 我怎麼會知道你調查結果怎麼樣 是 但是我需要有人負責 當然 如果沒有就沒有 是 那有的話 就按依法處理 當然 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要看 調查結果如果沒有的話 那這個人要負責任喔 哪一個人 我怎麼知道是誰 看你們裡面誰去調查的嗎 既然調查沒有呢 就表示沒有違法 沒有 我們能怎麼樣 官司你在當的 我們不接受一個人怎麼樣 很清楚啦 有沒有 有沒有違法你們的限制規定啊 有沒有介入中家的經營管理和人事啊 你很清楚啦 我要調查 才知道 謝謝主委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委員